在觀光局副局長的帶領下 漂亮花東101特色珍珠亮點店家 活動正式發表 經過網路票選七大主題 經典旅遊路線 也同時公布 觀光局希望藉此能夠串聯 花東地區的旅遊重點 就像串珍珠一樣 提供給旅遊的民眾探索 珍珠亮點活動 是觀光局在今年七月份 對花東地區推出的觀光備震計畫 從東部地區的美食 購物 文化 樂火 等六種類型的商家中 派選出101個追求歡迎者 放在網路上以供民眾參考 但對觀光是否真的有所幫助 業者有不同看法 我希望說在整個曝光的機會上面來講 其實公布門要多做一點 不是觀光所謂的內部的建制活動 那整個行銷活動跟行銷計畫 其實要更推廣到全國 甚至於東南亞跟大陸 我們希望我們公布門 能夠把這個活動能創造 結合成一個實質的活動 而不是一個曝光 或是連結網站的問題 能夠把客人實質的串聯起來 觀光局表示 101特色珍珠亮點店家活動 就是為了要打響花東地區的優質旅遊 未來也會持續針對其他 還未加入的特色店家 修集其他的行銷活動 來滿足不同需求的遊客 記者 佳凱 歡迎報導